哈喽朋友们,这是我今天发的第二期视频 这期视频我觉得有必要去发一下 因为安排嘛,队友的默契度可能不是很高 这一场的话就是把队友的现任做到了极致 配合挺不错的 前面可能表现的不是很好 后期就知道了 其实这一阵,他们的阵容拿的挺好的 我挺喜欢这阵容的,拿的非常非常开 就是这一场的主打的话,就是我去当打赤姆甘信 你看,这就是当打 赤姆甘信,应付观众应付确实一定很难的事 太慢了,因为他 其实比起鱼柱来,他又更好一点点 但是也没那么好 那我就是这种,像刘川峰这种球的话 能不跳就尽量不跳吧 进了就算他运气好 这个让他猜中了 这个我感觉他是二点 因为工艺他盖二点估计也很难的 所以我就没选择去挑他的一点 而且那个位置也盖不到二点了 就这种 就这种 嗯 这没时间了 哎呀,用连衣补进了一个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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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这种 这种 我已经准备好了 都没盖到 感觉他这个抛头 比福田的抛头还更难盖 因为他就是老是 转了转去转了转去 转到我眼花 然后就突然一个突袭 就抛进去了 福田的话 他还有一步两步的助跑 才会出手 这个就是当打成功了 当打赤木 利用我的激动性 跟中手能力 让赤木干净有点头大 这个球 他们太相信我的篮板球了 其实我也有点吃惊 这个篮板球我没抢到 太吃惊了 这个球没进 这个球 准备是要去抢一下篮板 哎呀 这是我的失误 我应该能发现的 就是他投了一个大招 然后没进 不过老师说 流程分赶 偷攻一打大招 是真的挡得大 这个球 就是他 偷攻一打大招 如果被干扰 他就炸了 就是这个球没进 还要有70秒的冷却时间 就是他大招 一样还 以牙还牙的大招冷却时间 70秒 哎 他这个 就是 没赌对 其实我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 在那时候 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有点晕了 知道吗 我晕了 三井他那个快速出手 我也没机会 除非我预判跳 可以的 这个球就很漂亮 一万段 就是三井他 虽然都说他第一个可能可以转身出手 然后他 但是他后面 王者王者 他就会忍不住 知道吧 就是三井的两段 转身 转一下 转一下被工艺盯着 这个防守就很好 然后我又拿下了光镜篮板球 防景是真的难防 说真的 现在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他现在呢 就是用钉防都能做到一种干扰 就有点离谱 漂亮 这个他就是完全相信我能补他的二点 就是他直接堵他一点 就是所谓的一点二点呢 就是 接球转身直接投就是一点 然后 嗯 后仰就是二点 后仰二点 但是说实话 我都不知道能不能补到他二点 反正他也没管那么多 你看他就是接球就直接盖了 就有点满 那有时候就是这种满才能盖的帽 就是不能犹豫 我有时候就是会放犹豫 反而就是什么都盖不到 没起悬念了 他这个球被盖下来 就已经没有悬念了 虽然说这个球我没投进 但是赤木钢线被我拉出来 就是他被我拉出来的情况下 沐生一跟刘川峰的狼板应该是四六开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櫻木花道这个球眼还是挺好用的 好 结束了 再见